欧国联中比利时已经连胜两场把小组第一锦紧握在了自己手中,本场若他们能够战胜冰岛将领先瑞士三分之多, 而他们的对手冰岛却因为三连败早遭架极到次级别联赛当中,即使比利时方面的德布劳内等多民主力硬伤无法出战,但是从排面上来看,比利时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,而冰岛在连世踢了两届表现出色的大赛后出现了颓势,这也不难理解,毕竟他们的战术并没有多变性,从而很容易被针对从而破解。 所以这场比赛的结果并没有太多悬念,比利时也没有允许能门出现,凭借巴舒亚一的两立进球,完成为一场2比0的完胜,也让维特三二的国家队,白场画上了完美的句号,比利时一上来就占据场上的绝对优势,但是奈何进球却迟迟无法到来,这种情况一直延迟到了比赛的第65分钟, 阿扎尔在前场进行仔细观察后,找到了右路前叉的莫尼耶,后者并没有停球直接把皮球横敲,到了中路的巴舒亚一脚下。 25岁炸子鸡巴舒亚一,用一脚铲射将顶稳稳地收下,比利时在比赛结束前站出来的,仍然是25岁炸子鸡巴舒亚一。 这次送出船中的是来自门星的小阿扎尔,中路的蒂莱曼斯用一脚近射,把皮球打向了对手球门,对方门将,因为来球力量太大,并没有稳稳抱住皮球。 25岁炸子鸡巴舒亚一,用简单的推射,将比赛的悬念彻底杀死。 其实本场的25岁炸子鸡主要是代替兽,伤了鲁卡库的,不过他却成为了整场比赛的关键先生。 两立进球都没有太多的花哨,但是都展现了一个射手最强谈的嗅觉。 这也是所有门将的噩梦,同样是25岁炸子鸡让纯欧豪门都感到眼馋的人也。 马丁内斯也在后胜算了这位表现出色的弟子,他认为25岁炸子鸡巴舒亚一虽然上半场遇到了一些麻烦, 但是下半场的跑位展示了世界级的能力,其实把舒亚一在去年的多特的租列时期表现完全配得上首发位置。 不过切尔西因为风险拥挤必须将他再次外租,而来到伯伦西亚的他,却遇到一些球荒,相信这两立进球能够让他找到进球的自信。 25岁炸子鸡巴舒亚一的超强表现也是重启比利时,能够夺得世界杯军军的方程式。 相信一个正经的巴舒亚一会让所有的后卫感到恐怖,而灵敏的门前嗅觉就是在能够成长杯顶级前锋的最大砝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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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